走 天哪 这气质 这份儿 我感觉更适合他们 差不多了 咋玩啊 欢迎我们用掌声欢迎你们最爱的小包副局长 来哥俩抱 来个拥抱 没有宝哥 来个拥抱 好久不见啊宝哥 超人 好吓人 好吓 宝哥 别亲我 别亲我 东北的哥哥你来了 宝哥这芭蕾舞脚尖 宝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宝哥好 我打个招呼 咱们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开会当玩笑 很严肃 开会之前我先给你们老特工 我想给你们先上一课 哎呦 又喝不听 什么 不听不行 你想火星情报局 对 这个地方要鼓掌是吗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大家一眼能看得出来 我们不靠这个 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是一股清流 他们三个同意了吗 这个说法 你就帮人代表了 我 我用问吗 你只用看你就知道 我说的对吧 其实 对 是的 妹妹你应该觉得对吧 特别好 好 好 我们赶紧有请我们三位 就是才华颜值 颜值就 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才华特别出众的新特工 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各位前辈好 好客气 我是新来的特工 请 陈娜丽莎 接下来是我的嚣张时刻 作为一个被何老师 大老师 李旦老师认可过 并且何陈伟霆接过关的女人 我记得的胜算 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 真的莫名其妙 都说了嘛 我们这边都不靠颜值 靠肢体 看出来了 而且我会唱会跳 会rap会玩梗 这就和我们的 请留众位老师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什么都不会了 不想不想 一样的 不想 是这样的 天哪 你说出了薛之间一直想说的话 是吧 你在私底下不是 没有 好 接下来 郭聪明 好 谢谢 好 聪明 其实我觉得我是 开了美颜之后 还跟颜值沾一点边的 然后今天来火星 其实虽然没有滤镜 但是我丝毫不慌 因为我觉得对面的老特工 的粉丝加起来 在短视频都没有我的多 刘伟 刘伟 你多少万 我是多少 五百多万 你呢 一千多万 五千多万 我不知道 三百多是吧 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 我在短视频现在有五千多万的粉丝 哎呦 哎呦 抖音五千多万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它是在抖音的超级底油 就是不关注都会容易刷到 我没关注它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叫马薇薇 一会儿呢 大家这个拍桌子的时候声音可以尽量的大一点 因为听说呢 咱们这个灯是声控的 多亏不是严控的 不然见到我们来得全黑 你是在讽刺我们吗 我说怎么能这么说杨迪呢 自己一往上挂 啊 哈哈哈哈 我跨界尝试过很多职业 唯独特工这件事啊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 今天要么对我难度很大 要么对你们难度很大 说实话 这是看过自我介绍最长的一次 对不起 我走了 我走了 但是之前萧萧有来过火星 对不对 刘维没帮她好好拉票 然后她就那个了 我哪也没帮萧萧好好拉票 我说的是萧萧表现得非常好 下次可以更好 但是没有下一次了 对吗 萧萧 是 所以这次威威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从开场白看得出来 她下次可以更好 刘维 没有 威威很好 我觉得待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 她应该会把她自己最强的那一项 对 给展现出来 对 好 现场的三百位亲爱的朋友 从刚才那一段 你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最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 成为我们火星情报局 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特工 另外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初级特工 会议的过程当中 你喜欢高级特工的体验 点击右下角拍桌子的按钮 争取帮他们来拿到 本季最佳特工的明显 所以要赶快拍起来 小宝福局长 谁来第一个体验 那就按数据来 垂那力杀 垂那力杀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观察生活的人 所以我发现 千万不要低估地球服务人员的战斗力 是不是有共鸣 对 特别好 特别好 对 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他们看似低调 实则个个身藏不露 机智过人 总之只要服务人员一出现 就一定会让人感受到他们的超强战斗力 有些服务员好可爱 你比如说我去重庆 就是吃火锅 你每次说麻烦你给我们加点菜 谢谢你 不要说谢谢 能够为你服务是我的运行 说真好 就是永远都是这句话 对 你就会不断地愿意去点 他总会用一些小小的方法 会送你一点东西 而且这个是送你吃的不用买单 好夸送你 这个也是送你吃的不用买单 我要谢谢 能够为你服务是我的运行 你不知不觉有可能两个人 只要吃那么大概四五个菜 一桌子 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这种能力的 对 其实就是像韩哥说的 叫口号营销 其实真正人家不在乎你喊什么 人家在乎就是你那种热情 欢迎光临随一看 新闻上次选择咋交换 再说一遍 弟弟 再说一遍 欢迎光临随一看 新闻上次选择咋交换 打得又会 然后大家看到说 这件衣服 百分之纯棉洗完 不是不愿意行不起求 所以看一下 看一件事 今天都往左转谢谢 对 对 好专业 还有那种 一边喊口号的同事 他手上还在折衣服 来 对 一杯走 做完衣服 百分之纯棉洗完 不错 是不愿意行不起求 所以看一下 看我给新家 新鲜圈都往左转谢谢 对 对 对 他好厉害 然后我以前就干这行的 所以我认为 所有的衣服都是百分转纯棉 结果有个阿姨过来问 这件衣服说 小伙子这件衣服 我说 百分之纯棉洗完 不错 不愿意行不起求 所以看一下 看我可以续一下 续新鲜圈 在网络的谢谢 阿姨看了我一眼说 小伙子 这冲锋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我对阿姨的那种热情 让阿姨如雷光耳 所以阿姨会买下 阿姨正好是要去冲锋 还有一种店呢 就比如说 一个女生进去了之后 她一看你这个女孩 有点购买力 她会从后面 拿出来一件衣服说 小姐啊 这件衣服是刚到的 特别的好看 这个款型特别适合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但是这个时候 你想说这个我要不要买 这个时候会有 另外一个服务员 一定会跑到 这个服务员身边说 这个新款 你怎么给她拿出来了呀 这个 这样不好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女孩说 这个是我很重要的客人 女孩说 我也有很重要的客人呀 对呀 这个东西来了都没有跟我说 而且现在能让卖吗 然后她说 哎 没事没事 我先给我这个客人看一看 她还不一定要呢 然后马上这个女孩 这首就是 她的性格会 这首就会 对 而且通常